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想着离家出走 玛丽米是艾里克斯 为了纪念她妻子而开的品牌店 所以如果说我们以为其他的事情欺骗她的话还好说 但我们一开始就是因为感情在欺骗她 我觉得她可能没那么容易原谅我们 所以我决定非趟米兰 亲自当面向她道歉 请求她的原谅 我跟你一起去 这次情况比较复杂 你还是留在家里等我的消息 这次的事情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犯的错误 所以应该由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弥补 而且 要搞定艾里克斯少了我怎么心 嗯 嗯 好 订票吧 你早就计划好了 嗯 嗯 没有 这个 是为了应付情侣间某些特殊情况而提前准备的 什么特殊情况 就比如说 我们俩吵架了 然后我需要离家出走 但如果说还要收拾行李就会特别地尴尬 所以我就提前都准备好了 一吵架我就可以马上走 嗯 是不是特别贴心 嗯 贴心 真贴心 嗯 贴心的我都想给你一些奖励 嗯 嗯 太可惜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想着离家出走 不敢了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这次你就放过我吧 可是我并不打算放过你 你 司长 嗯 虽然说这次我们确实是做错 但我们也确实是因为玛丽蜜才爱上对方的 所以应该没有人比我们更懂玛丽蜜的内行 如果Alex肯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体会融入到玛丽蜜的设计当中 将Alex想表达的理念延续下去 好啊 那你一会儿见到Alex你可以详细地跟他说一说 我知道 放心吧 你一定会特别顺利解决的 嗯 怎么了 你一会儿就要顶着这张苦瓜脸去接Alex 什么事啊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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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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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